据说这个榴莲园有5600个竹竹场 这么大啊 来 让你们感受一下吧 今天我的朋友Anna 叫我过来她的果园看看一下 说要让我实现榴莲自我 讲好的事我陪不来吗 走吧 诶 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多人呢 好像不止我一个人诶 你看 诶 马来堂树 我的亲戚 诶 树树你好 为什么今天有人这么多 有什么活动 这个是马来西亚最大猫山王园的颁奖典礼 哇 到底有多大 哎呦 我又不知道哦 我也不知道哦 诶 大探哥 蛤 过来过来过来 走走 你猜过发生到什么东西 诶 这边满满的里面诶 你看 诶 全部都是猫山王哦 哇 这么多 哇 吃不完诶 这个不知道给谁准备的 诶 诶 哈喽 哈喽 你好 娜姐 名鼎大名的河南猫山王的女CEO 那么你今天要带我去看果园是吧 是 走吧 那姐 听说你的圆很大 具体多大 让我的CEO告诉你吧 我们大概有 一万一某 一万 嘿嘿嘿 我没有去过这么大咯 差不多 呃 三百一十三千克树 如果这个三十一万三千克树 全部都结果啦 预计一年 可以产多少的量 大概可以产六万吨 你算一下啊 如果一颗榴莲两公斤 三千万颗的榴莲 就代表说你的这个圆可以满足 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民一年一颗 一年一粒 对 一年一粒 诶 Edison 我有事情咧 我先走哈 OK OK 你先去忙 再约 拜拜 OK OK 你先去忙 这个真的是游戏来我来过最大的榴莲园 喂 堂弟堂妹 六万亩啊 开玩笑 诶 哥 时间好长哦 我也是哦 找一下尼娜姐做吧 好 上 原来她才是主角啊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猫山王种植果园的这个 斑角啊 Hey Edison 不好意思 刚才忙了 不好意思 我看她很棒 恭喜恭喜 这样子 你叫我来实现榴莲自由 有吗 你吃的早餐没有 还没有啊 来 从这里到后面那边 都是你的 我好像吃不到这样多耶 这个是 我们这里什么不多 我榴莲锅 怎样吃 坐下 我看 尽管吃 OK啊 我不客气了 觉得是快乐 哇 这个马上呆苦了 真香 好像又有点饱 饱 饱 什么 还有呗 蛤 还有呗 就有点 如果你们要吃马来西亚猫山王柳林的话 记得找马来汤哥哦 马来西亚 喂喂 我要吃哦 哈哈 哈哈哈 非常的煞